剛剛前面的沒有被冷凍 現在夏天稍微涼快一點 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 最喜歡聽的有名大哥開場 教授會先笑個半尺 後面的課就很容易上 其實有名大哥大我將近快 就不要再講好了 現在在供博士 他說要拿到三個博士 所以是播到老、學到老 晚上特別感謝今天他來做個演員 在這邊也先感謝我們新義房屋 新義學堂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代表我們建華立建主辦協會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一些觀點 我先大概補充一下介紹我自己 我是宜蘭人 台灣宜蘭人 大概將近30年的建築師的職業 前面的三分之一大概設計學校 在全台灣呢 我做了將近快50所的中小學幼稚園 那宜蘭如果各位有去宜蘭的話 宜蘭有三分之一的學校是我設計的 那麼 在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有一個叫宜蘭錯的活動 那宜蘭錯剛開始的時候呢 是我從李主元建築師事務所 然後回到宜蘭去 所以呢 大概對宜蘭的一些空間的建設 校園的建設 是有實質的參與 那今天呢 我大概 會從我投入將近20年的 這個 防災健康住宅 20年來的研究 整理出來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來分享我的 這個 對減髮綠建築的一些看法 這個就是我在宜蘭做的學校 那其中這一個 我們的右下角這個學校 是苗栗大人國小 那這個學校是九月地震的時候 倒塌的學校 那原先的話呢 是因為我們在 中部災區的話呢 導了相當多的學校 那時候李偉哲博士呢 負責就是災區校園重建 那我是這個小組的總建小組的顧問 那其中呢 我有這個協助呢 指導幾所學校 那像這個學校呢 那時候 那時候 統統大選 國民黨 選輸了棄養 就呢 丟了一百萬 給這個學校說 你們自己去想辦法 那剛好我是那個學校的顧問 後來呢 我就把它接手完成 那其實呢 因為災區 這個跟宜蘭錯 這個兩件事情 那改變了我主要的人生 我記得在九月地震那一年 因為它是九月份 那七月份的時候呢 我在宜蘭大學 宜蘭社區大學 是全台灣第一個社區大學開辦 我是第一屆的講師 那時候我開的課叫做呢 快樂建築人 快樂建築人 結果呢 開課沒幾天以後 就變不快樂了 因為九二一地震 結果呢 我就開始再 兩頭跑了 那個時候沒有血睡啊 這是呢 要這樣子到災區去好不好 一趟的話呢 就去了一天了 好 那呢 這個是 當年呢 我們協助災區重建的學校 他們跟建築師呢 到宜蘭去參觀 那時候錄製了一個節目 在國民教育來說 它最主要是 當年的我發 如果學校是他們 當年呢 你現在 為了今天這個 瘦了九公斤 因為這個 就差太多 就差太錢了一下 如果 我們在操作上 提供不同的生活空間 比如說呢 增加呢 好 其實做學校 那是我人生當中呢 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呢 隨著小孩子的出生 那我注意 又支援小學中學 跟他們一起長大 然後呢 看到他們在學習的過程 成長的過程當中 這個基礎上 是一件 就是 我做的學校 他們這樣會去讀我的學校 所以 我去觀察他們 然後 大家對宜蘭蘭的印象就是 好上好水 然後呢 學校是怎樣 五圍場的校園 學校是小朋友喜歡去的地方 然後呢 我是全台灣做第一個 Open Education 開放教育學校的建築師 那時候到日本去取經 那全台灣我做十幾所 開放教育的學校 那麼 把教育空間 教育理念 結合這樣的一個建築師 所以呢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那 現在呢 隨著我父母年邁 我爸爸媽媽八十幾歲了 現在我在探討的是高領住宅 其實跟人生裡頭 是有關聯的 那麼 宜蘭錯這件事情 各位知道宜蘭錯 當年是因為宜蘭蘭 宜蘭好山好水 可是宜蘭是天然實驗場所 知道嗎 它為什麼 有地震 有颱風 然後呢 夏天很熱 冬天很潮濕 所以 所以呢 在宜蘭蓋房子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當我當建築師十幾年 我連做學校工程 做蠻多的 我出門有試機開 到工地可以隨便罵人 當我自己蓋房子以後 我才發現 我什麼都不是 雖然我是建築師 可是呢 自從我懂了我什麼都不是以後 我把當時建築師三十個人 的事務所 宜蘭街道的建築師事務所 我呢 留十個人 一年只蓋一棟房子 各位 就這棟房子 是 這棟房子 我賠七百萬 那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因為前面還有一個故事 宜蘭錯的故事 宜蘭錯 當年選舉 當年的時候 挑選建築師 選十位建築師 結果沒有一個是宜蘭建築師 都是外地的 然後呢 宜蘭當時相集團 相集團的負責人 擔任評選 評選我第一名 結果因為我們 政治立場走另外一邊 結果變最後一名 可是呢 因獲得福啊 結果呢 我碰到一個企業家 他欣賞我 他欣賞我呢 他就把他的房子 交給我了 他說 劉建築師 我覺得你講的還是對 不是那些 有形 那些形體的東西 你要解決的是依然 真正的氣候問題 所以呢 就讓我去負責他的農舍 那這個案子 你蓋好了以後 他業主啊 他呢 請了 只請一桌吃飯 然後呢 他就問我說 劉建築師啊 你這個案子做 我很滿意啊 大概必然什麼 大問題 都解決 可是 你有什麼心得 我想說 我們一般的設計者 很難遇到一個好的業主 人生裡頭 這樣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呢 我就說 我雖然很感謝業主 沒有那麼信任我 可是呢 我覺得很遺憾 因為我把你花了三千多萬 才把這個房子問題解決 他說 那你有這樣的感觸 那你有什麼想法 我說 如果可以給我機會的話 我要蓋一個 大家都住得起的房子 好 他就說 你又要好 又要便宜 大家住得起的好房子 他說 嗯 那你等一下 我以為他是要去上洗手間 結果呢 他就跑到他的房間 去拿了一張支票 上面寫了五百萬 這五百萬給你用 不用還我 我這輩子碰到三個人 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我今天還活著 要不然的話 我告訴你 當年我本來是要選舉的 那個 那當年同時候 那時候 政黨推薦書 已經寫出來 寫國大代表 最後一件 所以我爸爸呢 跟我講說不行 我說呢 我到日本去看 看了日本的 所謂的健康住宅 工業化住宅 不然我就要搞這個 你如果不讓我參加選舉的話 我爸說 好吧 你講什麼我是不懂 你不可以跟我搞選舉 就對了 結果呢 過了十年以後 我爸跟我講 咋知道你去搞選舉 你連我家的房子 都拿去貸款 看到那些政治人物 大家都貪污 貪成那個樣子 咋知道你也去 這個 幹嘛我爸 不過呢 真的是這樣子 我真的當時 我不曉得 這條路是這麼的艱辛 二十年來 我相信台灣建築師沒有 因為建築師像我這樣子 真正研究台灣的氣候 跟建築的解決 防災跟健康的問題 花了二十年 這個是讓我非常覺得 對我父母 Sidong 怎麼樣 我可以很驕傲講 這是一個光榮的事情 但是我也可以告訴他們 讓他們覺得說 很抱歉 我知道在三十年前 考上建築師 是被當寶 我到回來 所有的一樣 就十八位建築師而已 我都不要工作 簽名就可以了 媽出去外面都說 你寫一個報啊 你要賺錢 結果呢 不要說 沒有啦 那都在救錢 這就是人生 好 那麼呢 這個 過程當中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會談叫做綠建築這件事情 各位 你們注意到 綠建築的旁邊有一個人字邊 其實呢 我大概 稍微要談一下這個 這個是江澤民教授 在成功大學呢 在談建築物理方面呢 有兩位 郭寶吉的教授 叫做江澤民教授 跟林憲德教授 兩位 其中呢 江教授呢 是我博士班的指導教授的指導教授 那 就是施工 那他呢 其實上 是在最早 把健康這個議題 跟 建築跟醫學 結合在一起 來看待建築物的這件事情 那麼 從整個歷程來講的話 全世界其實也是如此 當我們在談能源危機的時候呢 建築物開始談所謂的環保 安全跟環保的問題 後面呢 開始在談什麼 談住的房子的健康議題 可能大家不曉得 我們房子跟健康有什麼關係 我們有食安問題對不對 食安問題很普遍 可是各位知道嗎 為什麼台灣的平均 壽命年裡比日本少了將近五歲 你知道嗎 你們看 在日本有沒有 你看那些高齡者啊 很健康有沒有 八九十歲啊 在種菜啊 台灣呢 七八十歲在幹什麼 有講個笑話嘛 對不對 就是說呢 一個老先生啊 說呢 去看算命的 哇 那算命跟他講說呢 他說那算命算得很準 他說呢 以後呢 我走老來運 對不對 等到我老的時候呢 會有美女陪我 對不對 如果有美女陪他出去外面 就插了皮管 為什麼台灣的高齡者呢 問題很多 各位你們知道嗎 台灣一年有多少人中風 知道嗎 一萬兩千人 當一個冬天呢 四波冷氣團會死多少人 知道嗎 一年平均啊 四波冷氣團死亡一千兩百人 可是呢 我們的內政部件有所 可是我們的健康的相關單位 有沒有重視這個議題 為什麼 那問題出在哪裡 那麼 江教授提到 比如說呢 這個魏妍武大師啊 那麼 談到所謂的弱見主 基本上呢 把建築物呢 不是把它當成 用作品 建築師的角度來看作品 我從李子園建築師事物所出身 我那個李大師啊 101大樓有沒有 我們房子設計啊 很多造型 一些中國的元素 所以呢 當我回到宜蘭去 我做一些中國的元素 就被罵得要死 對不對 好像抄襲 可是呢 當建築師呢 開始有一天 發現到說 其實啊 真正空間的使用者是誰 這是我們的業主 這些小朋友 他們在乎的 跟建築師在乎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台灣太多 怎麼樣 用建築師做作品的角度 來怎麼樣 來談價值 這是一個台灣 建築退化 不進步的主要原因 我常在批判什麼 台灣的建築界 尤其是結構 各位 你們知道台灣的結構是怎麼算的嗎 我們在分工裡頭啊 以前建築師會畫結構圖 會怕被畫配金圖 會怕水電圖 現在建築師什麼都不會 為什麼 因為開始分工了 結構圖給水電圖 結構圖給水電圖 結果呢 不懂什麼叫做空調換器 結果不曉得什麼叫做壓力測 什麼硬力測 這個拉力測 不知道啊 不懂啊 這是大問題啊 所以呢 我覺得 有很多的部分 是需要再重新來思考那個價值 那這個 曾老師提到 2000年的時候 在永續建築國際研討會的時候 雖然這個是建築 可是呢 引用的是 中國的哲學 老子道德經的哲學 幸福感用得少 過得好 然後把健康的一體納進來 這個是全世界喔 不是台灣在走 是全世界走的一個趨勢 好 那我們看這張圖 各位 這張圖幾乎啊 就是我的一個學弟畫的 但是我每次都拿這個學弟 很有名的建築師 可是呢 我每次都拿他的這個圖來做批判 因為什麼 我如果是他學長 我罵他一下沒關係 各位 這是台灣的綠建築 知道嗎 台灣綠建築就是長這樣 現在的學生啊 學建築系的 圖畫出來都像這個樣子 上面就是太陽爐板 然後呢 屋頂上是種草皮 種大樹 旁邊呢 就是一個 丼風扇 生態水池 方程玻璃 湯護 各位 這就是 大家對什麼 台灣綠建築的印象 各位 你們認為這樣的綠建築是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呢 蛤 你們有沒有去過綠色魔法學校 有沒有去過 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 那個是台灣綠建築的 飯典範 典範 典範 但是呢 這邊我不能批判 但是我只能講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那麼呢 各位 林憲德老師啊 是在台灣推動綠建築 法治化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 把綠建築當成什麼 綠法 法治 其他大部分 像爾一 立德這些 都是叫做什麼 柔性的社團推動的 不是綠法 台灣是強制規定 比如說公共工程 5000萬以上 就要得到綠建築標章 知道嗎 現在綠建築 裝潢等等 都要怎麼綠建築 可是我跟各位講 如果我告訴你 綠建築有70%是不能用的 你覺得這句話 有沒有問題 台灣的綠建築有七成是錯 設計是錯誤的 七成不是三成 我的觀念 可是我講的是講數據 我講的是講的 實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林憲德林教授 他提到的一個叫做 偽綠建築 偽 假裝的綠建築 他說 市面上有太多的家房綠建築 為害社會的以身 他始終去強調說 應該是自然化 低科技化 平價化 人性化等等 可是呢 現在的 業界學者 把它變成是這個樣子 這是他覺得 幾種遺憾 可是 我們在業界裡頭 因為要拿那些標章 很多人在罵這些法規 我不曉得到底 是不是大家都真的在反省 但是我相信 我現在告訴你們的是 我用實證的方式來講 台灣的綠建築方向是錯的 台灣的綠建築方向 主流方向是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在2002年左右 宜蘭做的一個四合院 自立造物的四合院 各位 現在很流行 蓋榮社 自己滿地 蓋房子 叫自立造物 那這個是 兩位校長兩位建築師 大概230幾坪 把它做成四合院 上面有沒有看到太陽能光電板 有沒有看到 這是經濟部補助的第一個案子 但是我很後悔 為什麼 因為上面怎麼樣 怕颱風怎麼樣 漏水 再來呢 旁邊還有什麼 不能電池 佔掉設備空間 可是它效能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對 這個是 2010年 在新北市 就是之前的台北縣政府 他們在三峽 原來的遠埋場 然後呢 廢棄了以後 做一個公園 希望說呢 能夠給民眾 有一個概念 叫做綠建築 所以呢 蓋了一個綠建築 讓大家去試住 可以住啊 那麼呢 在當年 在這方面發展 最前衛的就是我們這家公司 我們做的這一個 三平四平半 六平六平 加上前面的這個 哲宇彭 等個 十九點五平 這樣子 多少錢 台幣 一百五十萬元 客廳 餐廳 智慧化住宅 太陽能 儲能設備 全部都有 什麼都有 做完了以後呢 這一家公司 這個房子 所用的後面的東西 我後來幾乎百分之七十都不用了 因為後來我把它評估起來之後 都沒有那個價值 大家知道嗎 你們知道太陽能 太陽能光電板 在台灣幾乎可以是國家產業 但太陽能光電板是非常非常不環保的 你知道嗎 各位 太陽能光電板的製造生產 原物料 上游中下游都是高汙染 所以當有業主 蓋麗圈主來找我的時候 如果說他家裡要裝太陽光電板 我說不要幫你找別人設計 因為我反對 那是極度不環保的東西 好 所以呢 什麼勢力建築 各位 屋頂種草皮 可不可以省電 節能 有人會認為節能 屋頂種草皮 各位 一安縣政府有沒有 一安縣政府上面屋頂不是種很多大樹嗎 那縣長寺啊 主管的幾乎屋頂在上面都漏水 都是臂癌啊 在台灣 鋼琴湖泥土 上面種草皮啊 那個北克大設計學院啊 我們的黃院長 他在美國啊 發表一邊論文 簡單的說法就是 夏天啊 白話講法 夏天啊 披著四毛衣啊 四毛巾啊 在外面曬太陽 那等一下會講喔 牆壁隔熱好 隔熱好 隔熱好 房子是不是代表會舒服 牆壁隔熱好 房子會變成什麼 保溫箱啊 知道嗎 牆壁隔熱好 窗戶啊 太陽浮射會進來以後出不去啊 尤其你們用節能倉喔 自死知道嗎 所以呢 會變成保溫箱啊 各位 牆壁隔熱好 房子都不會 不一定會好的 屋頂種草皮 會節能 那才有鬼啊 知道嗎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大概會先 因為我把它 會分成三個部分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主要的概念 所謂的綠建築應該因地治理 在日本蓋綠建築 各位 跟台灣的綠建築會一樣嗎 不會一樣的 所以我們早期 引用高尾度國家 我們講啦 所以先進國家有沒有 大概在高尾度 你們發現 因為那邊會下雪知道嗎 頭腦會冷靜啊 其實是有點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是什麼 草長得快 我們這邊是 細菌 資深很快的發展區 所以我們在環境設計上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第一場的部分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 多不如少 對財是重點的一個 減法綠建築的一個概念 台灣真正的問題 不在溫度 各位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空調 都是在做什麼 處理溫度 間接處理濕度 知道嗎 所以大家用空調的概念 是錯誤的喔 有沒有發現 小朋友剛吹冷氣的時候 不會咳嗽 可是呢 過了一個小時 我小朋友開始咳嗽 而且很容易感冒 有沒有發現 各位知道台灣最髒的地方是哪裡 你知道嗎 幼稚園 幼稚園 結果 台北科技大學的 北科大設計學院 我們有一個健康醫救士 他去做了幼稚園的調查 為什麼 因為中小學還不是都缺冷氣 那幼稚園呢 大家都當寶 都缺冷氣 要擦乾擾 永遠沒有換氣 我們現在的空調 在台灣都只做半套 我們一定要一對三冷氣 只是在處理什麼 溫度 沒有換氣 所以台灣現在的房子 最常出現的一個疾病叫什麼 各位知道嗎 呼吸中止症 呼吸中止症 一歲就走了 知道嗎 三十幾歲就走了 各位 這不是開玩笑 我自己的親哥哥就是了 到我兩歲而已 兩年前走了 就走了 無聲無喜就走了 那是遺憾 但是我現在跟他們講 這個我追蹤研究的 上去史多年 跟各位講 東天的時候 體感溫度少一度 重量機率增加3% 心機梗塞 增加3% 各位知道嗎 所以你們發現 冬天的時候 北跳壓特別多 有沒有發現 可是台灣冬天幾度啊 有六度八度耶 有沒有發現 人家那個 日本韓國 零下零二度四度的 沒死幾個人 台灣死了一千多人 為什麼 台灣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這邊有沒有答對的 真的講出來 我先送你一本書 我簽名了 什麼問題 蛤 你大聲一點 寵物關起來還沒對 錯 沒有 誰 私度沒假的 好 我先送一本書 來 私度 私度 私度才是台灣的必殺手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會談的議題叫做 解決 潮濕就是解決 解病態建築 跟耗冷 而且是耗冷 跟病態建築 所以第二場 我將講這個部分 各位 先跟大家先 依告一下 如果你有空可以來聽 好 第三場呢 我就把 大概呢 研究20年 在防災載 研究12年 在健康載 研究8年 我們把它真正 是問題解決 那 一些 設計上的觀點 我們把它變成實證 然後呢 我用兩年的時間 去把它做測試 我用三年半的時間 拿到台灣第一個 技術導向博士 第二個博士的學位 這一個研究的內容 我會放在第三個課題 來跟大家分享 各位如果有空 可以來聽聽 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要 我願意用生命的 花生命的時間 來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看看 921地震 各位 這是921地震房子倒塌的一個 照片 看到嗎 有沒有發現很熟悉 房子倒在哪裡 看到一樓不見了對不對 你們很想看看 台南地震 花蓮地震是不是一樓不見了 有沒有 我跟各位講 台灣的90%的房子 是叫做鋼君水泥 知道嗎 九成 好 讓各位看看 我送書 日本鋼君水泥房子 佔比例多少 十 不對 三成 不對 再來 五八 不對 零 你們兩個中間 十跟三十的中間 二十 那是我自己算錯了 十五有沒有人答 十五 我們要加重大家對這個事情的印象 謝謝老師 好 十五 各位 日本人不太願意住鋼君水泥的房子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太多太多的原因 可是台灣為什麼要住鋼君水泥土 台灣其實沒有木造文化 知道嗎 台灣的真正來講是什麼 閩南的磚造跟什麼 戶口 然後木造價 鋼君水泥土 住蝙蝠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蝙蝠是 葡魯類 你知道嗎 蝙蝠是福的 福字 福音 所以是 我們講的是好的 你知道嗎 那以前蝙蝠會去住 住鋼君水泥土 各位知道嗎 等一下我會談到一下 我們看一下 台灣的鋼金府民主房子倒塌 我們的內政部建員所 我們的土木祭司公會 節目結構祭司公會 建築師公會 跟大家講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天災 再來呢 土壤液化 再來 鋼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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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那些都是騙人的 都沒有講實話 台灣 為什麼鋼君混凝土房子倒塌 導塌 原因是什麼 因為是鋼君混凝土 但是今天晚上我講的 不要晚上你睡不到覺 各位 台灣呢 90%都是鋼君水泥 鋼君水泥的觀念是什麼 用硬碰硬的 加鋼君加水泥 如果皇子倒塌 我們把它當作是天災 對不對 各位 錯了 一陣來 我們 教大家小朋友是躲在桌子底下 弄了一個小包 小的一個安全帽 對不對 然後呢 叫你去關瓦斯 關瓦斯 對不對 關門 關門 不用這樣 鋼君不泥土很簡單 第三 不用跑 地震太小不會倒 太大跑不了 對不對 太大跑不了 看一下位置 各位 這是日本防災中心做的實驗 鋼君混凝土完全造日本標準施工規範 一比一的 我們台灣國政中心在做的是模型遊戲 這是真正的 完全照實際的規範來做的 各位 六層樓一比一的 這旁邊有個剛夠有沒有 因為這實驗室很貴啊 如果突然趴下來的話 這儀器就會壞掉 你知道嗎 所以它不能讓它一次就砰下來 碗碗來的 旁邊要把它撐住 各位 黃子是不會跳舞 知道嗎 黃子為什麼會養 黃子 一個叫風啊 風吹啊 一個叫地震力 地震達到基礎以後往上傳 所以上面快放 看到嗎 鋼筋血是一個鋼性的東西 它基本上是硬碰硬 它不會去把它釋放的那樣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安全 一個電視機頭一把他敲 頭一破 對不對 電視機呢 摔在地上 電視機會壞掉 電視機用什麼把它保護 搬運用什麼 保利用對不對 好 所以什麼叫安全 不要壞人 人不要死 這才叫安全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但是呢 我們台灣的法令 是非常落伍的 我們的結構是怎麼計算的 在場各位 假如有200人 其中只要有一個人 沒有吃三碗飯會死的話 就規定 裡面全部的人都要吃三碗飯 這就是台灣的法規知道嗎 我們的結構設計的規定 是用這樣規定 所以導致我們建築師 結構圖路技師的職業是怎麼樣 態度是什麼 靠一個電腦算了以後 10根鋼筋配30根 只要我給他配30根 方式打工我沒關係 請問這些人 是專業嗎 這些人做的東西這樣對嗎 各位 這是問題的所在 知道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實驗 來 等一下我 應該這邊有沒有聽過我演講的 有聽過幾首 好在都沒有 那各位猜猜看看 這個七級地震 這個叫一個中硬加速度 這個肉體 每秒9.8公尺 開個玩笑 誰發現 牛頓第二段的名字是誰發現的 叫做牛頓 那各位猜猜 樹不怕地震有沒有聽過 誰講的 誰講的 來我送書 樹不怕地震 快點 牛教授 好 答對了 好 所以我一片登陸在教育部迷人錄裡頭 希望自己的地方知道嗎 樹會釋放地震力 那個地方我過頭好兄弟 地震給他過去就好 以柔克剛大自然的道理 我們看一下 這個六層樓的一比一的 完全照標準規範做的 一個重力加速度 三分之一 每秒三公尺 移動要三公尺 所以地震來 站不穩 你知道嗎 我們天井園不是有發現一個地震嗎 有一個櫃子打下來壓死人嗎 有沒有 各位 地震來的時候你是站不穩的 你沒有辦法 強震來的時候沒有辦法去關門 你知道嗎 開瓦斯啊 那都好笑 各位 來 讓大家猜看看 幾秒這個方式打 幾秒 開始 三秒誰講的 來 三秒就到了 所以啊 你說 誰講的 那你們兩個猜拳 沒關係 名字留給那個 那個秘書我們送給你 各位 因為這邊不能賣書 好 各位 三秒就到了 所以怎樣 太小不用跑 太大 跑不了 但是 要記得一件事情 晚上睡覺 不要睡一樓 睡地下室 聽到嗎 好 咱們來看一下 注意這裡 看到沒有 三秒 因為房子很重 鋼筋懸疑很重 一粒方公尺2.4噸 它沒有辦法釋放能量以後 它會回過頭來 在這個地方集中 只要這個混凝土破了 鋼筋沒有斷喔 所以加鋼筋是沒有用的 只要混凝土 台灣混凝土是3000磅的 日本大部分工程都是做多少 一萬 起跳 各位 我們3000磅是要去什麼處 所以 中日建築學術研討會 其中有一次談一個議題 叫做結構補強 日方的代表來說 我來參加這個研討會 這個主題很奇怪 為什麼 結果 鋼筋懸疑怎麼堵強 堵強 堵強會用的 而且人在日本不蓋的 好意思嗎 結果台灣都是蓋這個 馬上趕不睡覺嗎 但是我跟你講 不要睡一樓 撒青王不要睡一樓 撒青王不要睡一樓 要不孝順 通常都要先下下大家 不好意思 所以 後來 我已經92年的心得以後 覺得鋼筋混凝土是有問題 所以我就寫了這本書 幸福利豪宅印了7000本 這本現在外面解本 這在講這個問題 鋼筋混凝土 結構無奈強陣 結論 後來 我發展到第六代住宅 我們叫做防災宅 就是防震防臺防火防白影 但是 我們家 我們公司 我們牆壁 隔熱是混凝土的18倍 18倍喔 結果我駐第二代的 有一個客戶 是宜蘭大學的電機器教授 但有一天 夏天 騎腳踏車跑到我 我剛好在整理花園 他說 先生先生先生 有麻煩你一件事 你到我家裡來走一趟看看 奇怪 現在夏天 我們家牆壁 真的不會熱 可是房子很熱 我就跑到他家裡去看 結果他老兄 全部把窗戶都關死了 知道嗎 窗戶都關起來 因為他想牆壁隔熱好 窗戶都關起來 就不會熱 這樣也不開冷氣 結果 你們叫做什麼 叫死空氣 知道嗎 車子有沒有 汽車啊 車子 你把門關起來 離開一陣子 回去會有味道 夏天進去是熱 冬天是冷 這個叫做死空氣 知道嗎 好 我們看一下 他就跟我講這個問題 我就回去想 回去想 我牆壁隔熱那麼好 結果會變成保溫箱 這牆壁隔熱好方式 沒有比較好 這計畫就這麼來 你知道嗎 後來我體會這件事情 以後 結果我就跑去宜安大學 去找 先找我在台大 彼岸中心當執行長的郭教授 他說 你去找彼岸大學育心教授 來研究這個問題 後來呢 慢慢慢慢怎麼樣 把問題給弄清楚了 就是說 事情沒有想像那麼簡單 不是牆壁好 隔熱好 房子就會舒服 這樣知道嗎 好 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後來呢 找出了十幾個議題 然後再到台北科技大學 走底金教授 那麼呢 我把問題找出來以後 寫的叫做 簡法律建築這本書 這本書呢 本來是要寫 歐白共的律建築 結果出版社建議我說 這樣子會得罪很多人 因為我講 律建材有七成怎樣 不能買 所以我就得罪很多 很多很多的廠商 各位 簡法律建築 我在強調的是什麼 因地制宜 台灣有台灣的氣候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有很多東西 在國外可以的 在台灣不見得可以的 比如說 你們是不是知道 紫外線這件事情 在台灣呢 會影響建築物 比如CD-Con這種 受命使用的紫外線 有害紫外線的話 是日本的三倍 所以呢 在日本一個CD-Con 可以九年的 台灣是三年 知道嗎 但日本用三年的 在台灣剩一年 所以你知道台灣 為什麼台灣蓋房 只保護一年 知道嗎 就這麼來 這樣懂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 颱風來的那個 奇怪啊 窗戶都關起來 但是你會發現 窗戶那邊就有水 不是結入喔 結入是一種喔 另外一種 窗戶旁邊裡頭有水 為什麼 就是CD-Con CD-Con 這樣知道嗎 我們兩個看一下 後來呢 把問題都找出來了 以後啊 我就去想辦法把它蓋起來 蓋七代宅 蓋好以後呢 另外跟日本合作 所謂五堵實木裝修 後來寫了一本 叫做健康宅在台灣 這樣的 那麼呢 防災宅的部分 我們研究的結果 就是說 建築物應該要怎麼樣 太重會怕地震 太輕怕颱風 知道意思嗎 太重 太重 太輕 太重 太重 所以呢 我們把房子怎麼樣 減重下來 各位 一棟七十坪的透淺房子 鋼金粉 你只會用了五百公噸的鋼金水牛 我爸懂的 五百噸 各位知道 五百噸多重 知道嗎 一部小車子一噸 五百部車子那麼重 那你一個人七十公斤 十個人才七十公斤 所以你家裡用不到三公噸 結果花了五百多多公噸的鋼金水牛 你殺死 知道嗎 這個呢 跌倒來三秒就倒了 這樣懂嗎 那你看 日本叫做青型鋼垢 或者是木垢 各位知道青鋼垢就是西型鋼 用那個 輕的 七十坪多重 知道嗎 二十五噸而已 所以二五噸太 驚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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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嗎 所以我們認為 在台灣蓋房子 做中庸之道 那個房子呢 在減重以後 到不能太輕 底下做減鎮基礎 這檔放過就好了 不要太受病 聽懂嗎 然後呢 叫做隔鎮知道嗎 到處公路不是有 喬喬喬敦 一塊一塊叫做隔鎮 車有可笑的意思 骨架呢 要像什麼 鵰狼啊 鳥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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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細的 但是整體剛性很好 你們去看那個航空站 有沒有 航架 沒關係 我怎麼會說 我們看一下 所以呢 後來發展出來了 新的結構系統 那麼 這個呢 就是 底下 是碎石子跟木炭 各位知道 我們的狗 夏天會拍在地上 口花涼涼啊 台灣平地的話 冬天不會結冰 人家 日本韓國 他是用什麼 用地下 十幾公尺 來做低溫 待會會講 在這邊的話 只放碎石子 因為台灣地表深度 兩公尺深 大概呢 溫度會在16到16度之間 我們叫做地底地 用它來做空調 上面放木炭 來做調節濕度 這個是東融鋼鐵的H型鋼 建築用鋼 當成鳥籠 好 那像起來像這樣 你們看到 這個 這個以上 放木炭爆的 房間 放什麼 那個 滑行櫃 五行缺什麼 可以放什麼 好 你們台灣呢 蓋房子有沒有 那個模板 拆掉之後 你們會看到什麼 傢伙 蜂窩 有空調不好 有看到保育打筆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不曉得誰丟 用鋼鐵 塞 塞 這個呢 我們把整個房子的施工方式 重新做檢討 就像這樣看起來有些人嗎 看到嗎 看到嗎 這個叫做3D牆 這美國人發明 不是我發明 中間這個不是一般的保利 是建築用的EPS 他遇到火灘碳化 那麼呢 兩邊是錄氫鋼線 弄起來之後 噴防水防火沙漿 所以這個壁做起來 不是中鋒壁 空心的 是磁心的 但它的隔熱是粉底土的10%倍 外面的濕氣進不來 重點在裡頭會加一種奈米粉 把毛細孔塞住以後 讓它呢 跟一般的水泥沙漿 一般水泥沙漿 那邊最好破壁的蛋糕 慢慢有點像 你不會瞎 各位 這種牆壁的話呢 隔熱是粉底土的18倍 而且不會潔入粉潮 不會有臂癌 這兩個比較 一個是鋼筋粉底土 一個是我們在提的清的方式 把它減重了以後呢 它減容減碳多少 它重量減少了三分之二 它的減容減碳 在建造期間裡頭 可以減少40%的碳排放 40年使用期 可以減少30幾%的用電量 所以這個是很有價值跟意義的 這個是我們的期待宅 我們40幾位股東 集合起來以後呢 來研究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那麼房子蓋好了以後呢 我們記得有一年大停電有沒有 全台灣大停電 大停電那一年的最熱 然後38度 那麼呢 江澤民教授 林憲德教授 他們當天來的時候 37度半 房子裡頭 窗戶全部關起來 重點在窗戶全部關起來 沒有用到任何的電 插九度 插九度 這個我們在建築裡面叫做被動式設計 而且郭文有電 沒有用到主動的 結果可以掃九度 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 從提案到通過兩個半月 博士論文 但是呢 這一篇博士論文是我前面花20年的 各位 這個是這個實驗住宅的縮食攝影 你看一下 它的基礎呢 是宿根狀的檢證基礎 然後做避震器 上面的是龍型鋼後 然後三地響 70%都在工廠準備 速度非常快 這可以蓋到13樓 在目前台灣的華念嶺 好 那麼呢 同時我們在檢討所謂的房潮濕的設計裡頭 其實呢 很重要的 台灣潮濕這個問題 牆壁冬天有沒有廚師機一直開啊 這個房子神奇在哪裡 它蓋在海拔300多公尺 可望園區 冬天啊 那個地方是種茶葉知道嗎 所以呢 都是木 知道嗎 外面濕度100% 各位 神奇的是 這個房子 不用儲濕機 不用儲濕機 它濕度可以維持在60 靠它自己就可以 它不需要用電就可以 各位 這是很神奇的地方 那麼 在裝修上來講 當時我們在研究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空洞化氣息是怎麼樣 用地底溫度 還有用建築物本身跟太陽的關係 它可以自己來調解它的溫度跟濕度 叫做被動式設計 這個是我在第三個講座的時候 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 各位這個知道嗎 好 巴黎島 巴黎島 就地取材 對不對 是的 但是它的前提是什麼 它外面的環境有水 有樹 對不對 所以它才會有好的風 知道嗎 然後它只要有煙沖效率熱對流 對不對 這樣很舒服對不對 可是這個房子在台灣會怎樣 一個颱風怎麼樣 就不見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 這是哪裡 這叫無隔窟 無隔窟 一年有四季 熱很熱 非常熱 超級熱 各位 他們以前沒這個問題 最近常常這個現象 就是高齡者 因為以前赤眠時期人殺光了 現在有高齡者 柏油路鋪起來了 摩托車有了 在冬天 在冬天 就是他們的熱 就是他們的冬天 騎摩托車怎樣 清肌梗塞 知道嗎 不見了 為什麼 各位知道一個叫做提感溫度 知道嗎 有沒有聽過 現在你們手機上面都有個提感溫度 注意看看 重點在提感溫度 而且我告訴你 提感溫度 提出來的教授 他強調的是 全世界是人的話 提感溫度是一致的 當他死的時候 當他學生才開始講 才起來講說 他老師講錯了 為什麼 白種人 黑種人 提感溫度是不一樣 那麼現在你們在用的 提感溫度是用國際標準的 所以他是不對的 知道嗎 提感溫度 各位 等一下我會談到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各位這個是韓國 韓國的韓屋 知道嗎 你們現在韓蘋看很多 有沒有 這樣 撈下 裡面的頭就燙到 很燙 很燙喔 我去住過 這是參統韓屋 各位知道嗎 參統韓屋前面的部分 不會是草皮 知道嗎 因為草皮 對韓國人來講 那個叫墳墓 你知道嗎 各位 但是台灣都是種草皮 對不對 對還錯 韓屋它會架高 前面是10塊 太陽曬這邊變熱以後 冷風會下來 知道嗎 所以日本韓國是這樣設計的 原因在這裡 我們來看 這是日本的 日本很早就會用低溫喔 房子架高有沒有 防潮濕 各位 這是台灣的 所以 老師講起來以前的話 有沒有冷氣機啊 沒有耶 你有沒有聽過它叫做 什麼叫做 呼吸中的症啊 沒有耶 對不對 各位 這是我們 我家廚 好在於窗戶門 不是親密窗 對不對 然後怎樣 通風隊 各位 這是金融一樣 我們講的以前的 河院 它會依照地形 都會吹 你知道嗎 如果去住過金門那個 古厝 有沒有住過 也可以去試看看 夏天很熱 但是底頭不是涼白 各位 這叫做什麼 空心磚 但空心磚 空心磚 空心磚 這磚牆 所以裡面是涼快的 各位 這個是日本的金康 我們打錢都花在哪裡 花在土地上 一般住宅區 平均六萬到十萬台幣 而且是黃金筆的建地 六萬到十萬台幣 所以他們改一樓半個平房 他們現在就高齡住宅 但是他們泡沫經濟 台灣呢 把錢花在哪裡 土地上 一坡三十萬 當中的 頭前五米 這樣 那是人住的嗎 各位 我們看一下 日本的房子 可能大家看到都是木頭裝潢 外公他們這邊不會貼皮 你知道嗎 不可以用骨頭來 我們台灣都骨頭來 我們台灣都骨頭來 我們台灣都用骨頭來 有什麼 沈 潮濕 木頭會長白蚁 所以 我們台灣都有假 你知道 台灣都做假 政治做假 什麼都做假 什麼都假 各位 日本在講的叫做全館空調 你知道嗎 由於印度色 所以他們要陽光 三層窗戶 做三層玻璃 但是要陽光 可是呢 全館空調 什麼叫全館空調 因為都挑高 所以 這個 你看 你們看到這裡 這是送風口 它這個房子的設計 好幾十個送風口 從底下回風 回到地下室 一個半地下室 然後呢 這個就是回風口 回風口 然後收下來以後呢 收到什麼 潛濕式交換器 這裡來 用地底溫度 用地溫 各位 看一下這個 這是本人去家 因為這個 黃白蚁 這都要兩棟板 裡面 空氣 或結冰 裡頭 可以溫度十幾度 那麼呢 所以呢 他們呢 必須要 用全館空調的觀念 用ELOC 那所以呢 他們要講求高反的 外強斷熱 這是日本的房子 好 這個是八爪分配器 那個是 選擇交換器 好 我們過來看台灣 這是台灣的房子 台灣的房子 看起來怎樣 很氣派對不對 日本人怎麼叫 怎麼稱呼台灣的房子 叫做 半放棄室重宅 什麼意思 阿卡龍空體 為什麼 外面空氣污染 噪音 所以回到家裡 通常是觀者知道嗎 但是你們是 看到那些什麼 什麼冒冒冷氣 那很漂亮的 李明星 他就那 有沒有 告訴你 啊 身體液 負離子 臭氧殺菌 所以呢 我們台灣的 在南宅里面 通常都沒有在開 你知道 變平冷氣 只有 那個 冷煤管進來 沒有換氣功能 你知道嗎 通常都要開 各位 所以我們 你看看 這樣會健康 我們人在裡頭 要人化碳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我這邊有帶兩個機器來 不是來賣這個機器 這個 四千塊而已 但是裡頭有 火花架 哎呦 花碳一千八耶 真的假的 真的 兩台都一千七 一千七千八耶 如果我這邊都一千七一千八了 你知道嗎 各位有沒有講 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 四個人坐的汽車 只要坐三個大人 十五分鐘以後 二氧化碳濃度 從五百變成三千五 各位 法規標準多少 如果這個 這個場所現在是不及格 知道嗎 要被罰錢 法規標準是一千 知道嗎 法規標準是一千 我看一下哪裡不及格 那個假錢也快超K 美金指數超過 空氣指數是一百零六 各位 空氣指數的話 現在這裡的空氣指數跟外面空屋一樣高 現在 不曉得 主辦單位可以回去再確認這件事情 你們的操守 各位 台灣人現在住的房子 你們知道臭氧啊 可以殺菌就可以殺人 知道嗎 所以臭氧人在裡頭不可以開機 你的呼吸道系統就壞掉了 知道嗎 就會壞掉了 知道嗎 台灣的狗鼻子濕的才健康的 台灣的狗鼻子濕的才健康的 台灣人鼻子濕的才健康 如果是乾的就準備看醫生 所以台灣房子不是主要出濕 還要保濕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提感溫度 2016年1月24號龍潭 有沒有 那一年下雪 看到 4度提感溫度-2度 這是國際計算 如果用我的計算就-6度 叫提感溫度 這個叫提感溫度 就是這個 好 台灣的年平均市度是81 日本是60 我們來看 這才是問題的所在 我們看這個 用幾個國家來比一下 好 首爾、日本、台灣、宜蘭、台中、高雄 你看 我們把它算平均值 宜蘭連平均是81.4 看到沒有 溫度22.5 台灣的溫度差 冬天跟夏天 這個差12.3 所以台灣是一個溫度非常好的地方 台灣問題會是在什麼 各位看看 溫度差很少 但是都很高 看到沒有 台中79 台南76 好 溫度就會造成怎麼樣 我們的問題 好 夏天的時候 溫度34度 所以你們看看這個 是不是對 家裡34度 溫度70 體感溫度38 所以你進到房子很熱有沒有 很溫度 很悶 很悶熱 那你開冷氣以後 因為你開冷氣 馬上就強制送風窗戶起來 從車裡面開冷氣 你把它送到濕度 結果到後面你會變成什麼 變成蓋棉被 你們發現 為什麼 因為你的濕度降下來了以後 冷氣氣不是滴水嗎 濕度降下來之後都變成水 所以 所以小孩睡覺前都比較不乾燥 所以 冬天 冬天 10度 濕度80 體感溫度5度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調節濕度比溫度要來的重要 這個才是台灣空調的重點 但是保濕也很重要 濕度超過80會長很毒的黑黴菌 等一下會長到一個叫龜鑿土的 各位 好 那台灣的正確溫度該怎麼樣呢 濕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夏天怎麼樣 各位 不要外面三十四五度 跑到房子裡頭二三十四度會生病 你知道嗎 然後你會發現一個怎樣 你吹冷氣吹久以後嗎 氣孔是塞住的 所以你會什麼 要去推電 要抓電 為什麼 濕氣在噴水 不會出來 所以正確來講的話 夏天要怎樣 你要覺得吹電風扇 有一點汗才會健康 所以溫度怎樣 大概二七度左右 吹電風扇才是健康的 這樣知道是嗎 冬天也是 冬天不要外面六度 突然進來裡頭是二三四度會生病 冬天要覺得身體有一點點冷 這樣就不用看醫生了 我跟你們講真的 我只要用推的 都抓到了 因為我現在在什麼 在推往健康宅 所以我才很健康 所以 只要正確 就不會耗能 又健康 不正確 又耗能 又不健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窗戶是個重點 各位 窗戶簡單講 在冬天 有沒有看到窗戶結入 這個現象 所以窗戶是冬天的什麼 冷氣機 夏天它是什麼 夏天叫什麼 夏天叫什麼 窗戶啊 但是呢 各位 大家都叫你買什麼 潔冷窗 有沒有 潔冷窗 解不潔能 那我會問你就想 表示不潔能 你知道嗎 各位 潔冷窗 潔能膜 不會燙 各位你們車子有沒有貼水 進去 進去夏天是不是熱 一樣熱 為什麼 那我們來看 各位 窗戶有三個主要功能 隔音 隔熱 還有透光器 隔音 隔音 三十分貝 兩層加多性氣體 還是三十分貝 為什麼 我現在講話 你們聽到的是什麼 喇叭聲音 那個叫做 音波的能量波 各位 同一個材料 只能阻擋同一個 一段的音波頻率而已 所以 重點在氣密 窗戶沒有開口 沒有破口 所以 推射窗 不比拉窗 隔音好 這樣知道嗎 在台灣 各位講 不用買雙塵玻璃 你只要買一般玻璃 但是 大片窗請你買強化玻璃 這樣就好 還有窗戶買節能窗 不是節能窗 不要買節能窗 買 所謂的什麼 那個 氣密窗 因為台灣有颱風 這樣懂嗎 各位 好 再來看隔熱 各位講 隔熱有效只有一片 叫做台波的真空玻璃 但是價格是15倍 我請大家自己掙量自己的口袋 去判斷 各位 隔熱 不用焦膜 為什麼 等一下我來講 後色 各位 台灣的房子很潮濕 所以不要貼焦膜 其中一個原因 房間要曬折外線 冬天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要貼焦膜 所以你看我 我幾乎得罪很多廠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全台灣沒有一個像我這樣子勇敢 各位講 內政部做了研究 是用一個貨櫃物去做研究 我是用六棟房子來做研究 各位 兩個一百坪的 方位做像一模一樣的 一個端子 全部窗戶端子 一個用一般玻璃 結果 結果得到的結果 是什麼 一般玻璃 比較涼快 知道嗎 用節能窗更熱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 長一個熱好 窗戶呢 夏天熱進來以後 裡頭會曬 知道嗎 所以剛進入裡頭房子 外面34度35度 下午2點4點最熱的 可是曬曬曬到晚上8點4點 裡頭最熱的 知道嗎 裡頭變成石頭火鍋 知道嗎 結果怎樣 熱跑出來 所以當你到外面去散步回來了以後 你的房子怎樣 很熱還是把窗戶關起來 缺冷氣 知道嗎 所以這是錯了 各位 牆壁隔熱好以外 窗戶 窗戶呢 你做節能窗的話 有膠膜對不對 膠膜在裡頭 它把輻射阻擋以後 在裡面的溫度 會提升溫到70度 然後變成什麼 輻射熱 變成一個電熱片 然後變成傳導熱 電流熱 房子還是一樣熱 聽懂意思嗎 所以最好的做法 你們今天來 誰都靠到一包 各位 叫做斷熱窗簾 斷熱窗簾 不透氣 不透光 背面要能夠反光 然後比你的窗戶要大一點 夏天盡量遮 遮了以後 熱就從玻璃去玻璃出去 它會停留在空氣溫 所以就比較不會升溫 這樣知道嗎 當太陽下山的時候 把它拿起來以後 讓它散熱 這樣懂了嗎 冬天跟我相反 冬天的時候呢 白天讓它把牆壁曬熱 晚上把它關起來做保溫 蓋棉被 這樣懂嗎 這樣子的話 我告訴你 家裡的能氣 馬上 不可能 馬上省電40% 你回去試看看 把家裡的窗簾換掉 只要換這樣子 就可以台灣省了一座核能發電廠 這個政府應該叫我去講 這個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IAQ 那500當底數 你知道我們健康仔 大概它的 IAQ的部分 大概都是在多少 50以內 50以內 現在你看這邊是109 1800 這個 各位 你 家裡 只要有人在 就會二氧化碳 那麼呢 如果空氣是死空氣的話 那我們講過敏這件事情 假如環境是好的 你會過敏 那身體就不好 環境是不好 你不過敏 那你就不好 你就會變成什麼 慢性病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 這個龍潭 空氣品質算是很好 山上 告訴你 這個 空氣進來的位置 這個是乾淨的 兩個禮拜的 這個是一個月的 看到沒有 這些東西叫做PM2.5 進到裡頭是出不來的 這樣 知道嗎 好 看一下 大概 在健康宅 都要在這個 50以內 台灣有800萬戶 台灣的健康宅 不到100戶 不到100戶 以日本的健康宅標準來看的話 好 各位 這個是某一個品牌的 綠建材標章 這怎麼很奇怪啊 規定大家要用綠建材標章 對不對 那綠建材標章怎麼樣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什麼 省電燈化不省電 有沒有聽過 誰講的 你信的老實講的 A比B好 A得綠建材標章 但是用我們的角度來看A跟B 都是不好的 知道意思嗎 明明呢 裝毛 木頭 無毒最好 是不是這樣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規定的綠建材標章 就帶他去買有毒的 買比較 不是那麼有毒的有毒的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些都是貼筆的 看到沒有 各位啊 你們知道 這個裡面的甲犬 失望期可以長達幾年 知道嗎 15年 15年 你會不會生病 對 我想台灣為什麼很多人會常中風 或者是噴頭痛 你想想看嗎 剛進入泥土的牆壁 外面怎樣 冬天8度 裡頭牆壁10度 你睡覺頭的部分30度 你睡在旁邊 那你的熱能量都被他拉走了 你不會頭痛嗎 你想想很清楚 所以呢 我們來看 各位 空氣淨金金 有九層空氣淨金是不乾淨的 空氣淨金大部分來講的原理 所用的一個叫活性炭 有效期幾天 各位知道 這個活性炭有效期幾天 七天啊 七天啊 你們買的機器的人 有沒有告訴你說這個要換 有沒有 你有換過嗎 沒有 我們大家用這些東西 關鍵是用什麼 吸塵器對不對 吸吸吸吸就放在旁邊 吸吸吸吸吸 每次吸的時候就砰 打噴嚏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要等到它滿的時候 才願意拿去換 拿去丟嘛 對不對 那裡面把本來 還不是很不乾淨的 就收集起來 變成不乾淨了 那全部在那邊生黴菌 你知道嗎 生完了以後 它就完全變髒了 各位 血統上看到沒有 人血統上放的水是這樣子 其實它裡頭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去把它清洗過 所以你每次都要打噴嚏 這個叫做什麼 龜爪土 知道嗎 龜爪土 有沒有聽過 龜爪土是什麼 珊瑚化石 知道嗎 多孔性材料 龜爪板有沒有 它是會吸水那個 那個可以用 但是我要告訴你 那個要經常換喔 不然你也長三角角 為什麼 因為它會吸進去也沒進來 它只要七天濕的 它還沒濕的 它就沒進去就自生了 所以你家一個乾淨也沒進去 自生期大概四到六天 所以你使用的空調 所以有乾淨的 包括冷氣機等等 要嘛就是一直跑 不要讓它自生 達到生長期 要不然你隔了一陣子要再用 必須要清潔過 要了解這個意思嗎 好 龜爪土呢 一旦大學有一份論文在寫這個 它把這個歸召土塗起來去做實驗 對此它稀釋放肆好 可是它會有個問題 在平均濕度80% 它會長很多的黑莓菌 都記在裡頭 那你沒事把家裡整個塗歸召土 而且很貴啊 一通房子70平塗起來五六十萬 這個錢叫做省下來 為什麼叫簡法綠建築 就叫你們把這些錢都省下來 我就跟你講那個不要賣 台灣的觀念版不要買什麼 你不是講什麼 生態水池 台灣的政府很奇怪 在弄什麼 雨水回溼自王池 最近自王池有像嗎 宜蘭啊 這是笑話一場 我們是去宜蘭人 我常常罵宜蘭縣政府 我說 欸 竟然要求什麼 蓋容設蓋設施底下 做雨水回收 各位 台灣大學研究是什麼 從太平山下來的水 宜蘭本質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水庫 知道嗎 地下水是抽不進的 結果你為了說 好像下雨要有一個什麼 一個所謂的雨水回收 要叫裡面去做水泥啊 這不是有問題嗎 你是說桃園缺水還是哪裡可能需要 那宜蘭去弄什麼雨水回收池 這不叫神經病病叫什麼呢 對 我們在談這些東西概念呢 基本上都會建立在哪裡 氣候上的問題 一個好的房子 它有它的什麼 日照風水 知道嗎 人家說 左青龍 右白虎 左邊做輕鬆 右邊做梅樹 做事情又輕鬆又沒事 所以其實像我們在做整個房子裡頭 如果你的房子配置是對的 各位 機幾乎可以 不需要太多的設備 台灣真正的設備需要是叫做電風扇跟排路機 只要你會讓空氣是對臨的 房子就不會吵死 對不對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一個好的房子不應該牆壁隔了很差 一個房子不應該是恆溫 很溫會早死 一個好房子濕度應該適合台灣體質 不應該太低 所以甚至你要做保濕 然後要會換氣 要有正確的溫室度的觀念 所以呢 這個 台灣不是很多是街屋嗎 有沒有 就面框很窄啊 然後你頭會做採光罩有沒有 採光罩進來這邊會變成溫室喔 為什麼 夏天很熱 冬天很冷 當你需要換氣 可是外面不好的時候 你窗戶門關起來 這是沒有辦法換氣 知道嗎 但是房子如果架高的話 你就可以用地溫來做換氣 這樣子的話呢 這是我們實際上的一個案例 面框是公尺半 很深喔 這裡面 看它的裡面中間喔 這個呢 電燈不用亮 不用打開很亮 然後裡頭呢 我們的那個業主啊 住進去一年多 我去他家 他那個太太教鋼琴 他說 有些人說 你會被魔術啊 我家家進來啊 都會有風耶 發風啊 從哪裡來啊 從底下來 各位 我想 欸 老花都沒有跟我打招呼 我倒幾點 蛤 還沒打開 那我要再多講掰一點 講 各位 剛剛也提到 這個 斷捨離的事情 其實 其實 其實你要知意其難 其實呢 我知道我們老一輩的父母 他們都在昏難當中 這樣子過生活 然後 很捨不得丟東西 所以呢 有很多的長輩家裡 冰箱都是滿的 然後呢 兩三台的 然後呢 這個什麼 那個東西是捨不得丟的 然後呢 剩下一個走道 其他都是滿的 可是台灣的環境 真的是很不適合 尤其是潮濕長的黴菌 所以呢 我們 身體的很多的機能 實際上都是守到理想 所以 真的 像冬天的話 我們一天 最冷的時間 大概四點到六點 可是 偏偏老人家睡不好 所以 四點到六點起床 那在 寒流來的時候 二十四小時 溫差可以差二十度 低溫度差三十度 知道嗎 所以突然起來 然後溫度一差以後 怎樣 就中風 心機滾散 所以呢 現在他四五十歲 如果在冬天睡覺的時候 我建議你 你還是要開一點暖氣 不要捨 然後 施筋 脖子繞個兩三圈 不要起來的時候 脖子這邊 體感溫度 馬上差太多 就影響到 我們的整個血管系統 所以呢 是該把自己的環境整理一下 以前我跟我家裡的人講 大概 我爸媽媽他們大概都覺得 反正年紀大的 也不會太窄 現在有這些東西 可以騙他們 你知道嗎 這怎麼 這怎麼 所以 我們還是講求 叫做數據化 數據化 可以 我 花了二十年的生命 前面十二年在研究 防震防臺防火 防白禮的防災建築 然後 我希望大家住得起 後面 房子少裝修 不要做有毒的 做無毒實木 然後 房子應該不要節入反潮 房子的體質要好 房子應該要能夠防潮濕 那這些呢 二十年來 我們把這些台灣氣候的問題弄清楚了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們實驗住宅體驗 吃住不用錢 今天在場 各位的 只要你講的是 你是來這邊聽的 你只要報名的 都可以不用錢 可以注意光 但是你要打對電話找對人 那 那 辦單位說大概留了半個小時 我想 因為本來我只是打算送四本書 等一下Q&A 只要有問的我都送書 那你要留定地址 地址要寫對 好不好 那 等一下 我是不是先請一下 以言人 你是不是 以言人 可能還有笑話要講 好 請你以言人跟我們講一下幾句話 然後我們來Q&A 我已經講那麼多了 我想我現在講的是多講 因為我本來 以前上課聽他講話很沉悶 他今天講話很奇怪 講的那麼有趣那麼生動 可見這是用生命換來的 對 看來蠻感動的 他可能 那些潮濕啊 那些溫度都可能親身體驗 所以 他剛才說到他們那邊住 可以不要錢 但是吃冰箱要錢嗎 那我第一個報名 那我第一個報名 不過Q&A 他今天的書沒事就送掉 好可惜喔 沒有 沒有 車場而已 那個 我是來蹭他的場 所以既然 上來了就 請問各位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沒關係 你主角站中心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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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帥 你爸多照一點 他照照一點 他照照一點 沒有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在想問 今天的引言人 叫什麼名字 不是啊 今天的主角人的名字 講出來一定 我不知道 我只找18歲以下的女生 你有啊 你18歲 看起來18歲 是 等下登記名字 反正一定不會收到 那第二個 第二個 最重要的問題 那個 回答要超過三分鐘 就是 什麼叫 綠建築 沒有人回答 聽著誰 本書 有人要回答嗎 什麼叫綠建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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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怎麼開玩笑 不用講三分鐘 有講就有 好你看 國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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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分 台灣 叫做台灣是國檢法 然後日本是比較好 那個 氣候的獨立 所以到國的獨立 它要分 一個氣候 重設一個電子 然後 一米 你講的我都聽不懂 你說 開始會講對 還沒三分鐘 還沒 沒關係 那你補 你們書一人是一半 剛剛 那個 綠建築 剛剛 還有提的 我要考慮到 當地的 氣候啊 雨震啊 更多 那另外 剛剛 有我忍 所以要注意到 風風啊 海風風風的 四度 那我 印象最深的 就是 就是 我地底下要做到 因為 什麼 電房 有一點像 我們日本是房子 可是 現在對我們來講 好像是 對 對 對 那另外 就是說 選文件 才要 要 適合 講 講 講 就這樣 哈哈 謝謝 開玩笑 好啦 大家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先天 先天 這樣子的 建築環節之下 那個是建築 但是 裝潢上面 我們如何去補救 叫做 比如說 綠要 怎麼樣做 處理 因為在先天的 已經是這樣子的 環境之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本身是一個非常過敏體質 我也覺得 有些事情是有它的因果 像我以前是住農舍 以前住農舍 以前住農舍 那我十歲以後就搬到都市城市裡頭去住鋼筋水泥的 結果我就開始過敏 然後我姓劉 綽號叫做劉鼻涕 然後呢 都要帶衛生紙帶等碟 這樣幾年 二十年 真的 二十年 一直到後來我住我自己蓋的房子 就好了 真的就好了 像我們在蓋七代住宅的時候 剛開始到龍潭可望人區 然後去住亞瑟有沒有 住那個 水泥的 結果呢 每一年生重病 後來呢 又回來住七代宅了 又好了 從住七代宅開始 我沒有一次去看感冒 呼吸到氣床 沒有 我就身體都好了 就好幾個問題 那你提到的 一個現有的房子 用鋼筋水泥的房子 那怎麼辦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錢夠的話 你就去買一塊地自己蓋 所以我是最快 因為呢 鋼筋鋼筋土的體質不好 它沒有救 但是呢 如果要把它減緩 改善 有的 譬如說呢 你晚上會睡覺 那你第二天 你窗戶只要打開一下 或者你睡覺的時候 窗戶留一點點 就是空調稍微浪費一點 沒關係 但是第一個 你的氧氣也要怎麼夠 這樣知道嗎 再來 窗簾要改 窗簾要改 而且窗簾 假如說這道牆壁靠外頭的 這道有窗戶的 外面的 那麼呢 你窗戶雖然只有一片 最好整道都用端的窗簾 知道是什麼 連同牆壁用端的窗簾做 聽這種意思 它可以呢 讓你的室內環境的溫度 會比較溫和一點 減少中風的機率 這樣知道嗎 全熱式交換器 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要用對 你不要進風的來源錯 知道嗎 我們日照側 就太陽曬的 跟背後會差10度 8度 所以如果你找的 裝全熱交換器的 那觀念沒有的話 你的進風口是不好的 那你還是很好的 這樣了解嗎 還有 寧可不裝修 寧可少裝修 不要有毒裝修 那台灣最常用的 叫海島型石墓地板 為什麼 因為海島型石墓地板 只有上面那塊是石墓 100條200條 底下的話是甲板 用X向外向 所以它背景量少 但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很毒 所以呢 如果你本身房子會截入寒潮 所以你可能不貼壁紙 你可能就會用這些貼皮的東西 那你先想看 如何可以減少你房子會截入寒潮的情形 但今天我沒辦法講太多 我跟你講 如果你有問題 是鋼筋土 你都要去把它改善的 不要找我 因為我沒有時間處理 但是呢 你如果是說 局部改善風換器系統的東西 提供意見 可以 你自己做好功課 你把你家裡的瓶片畫畫 那我有空畫一個圖給你 這個我還可以幫一點 但是呢 基本上我都不會做那些案子 我們公司 我會有時間常做這些案件 我只能提供一些意見給你參考 這樣好不好 好 有其他問題呢 謝謝 謝謝 那你們那個 劉蘭要輸的 你要問我要輸的 就留一下那個 劉蘭我聽你的言言講說 有一個 就是說 台灣既然有800萬公司的房屋 但是我們一般人在買房屋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做選擇 你知道嗎 尤其台北市的房屋那麼貴 你給房屋已經不錯了 還要選擇什麼 那你如果說 剛才我聽了 靈地建築做一個 多不少對不對 還有不能用 用有什麼甲醇啊 什麼東西去貼皮的 但是 這個 我一個 就是說 你能不能把它推廣說 有這個可能要我們 第一個建築法規要修改 建築法規 第二個 劉蘭說你的建議的話 要從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所有建築系的學生 都要接受你的這種習慣念 一定要 要不然的話 你一般的建築書 考不好 我平常講 不是百分之百 都有你這種觀念 我起床的事情 我都在自己做下去就好了 反正就是鋼筋水銘 第三個 建築 為什麼要建築外國 像那個耐震的 現在台灣的還是用鋼筋 有人說 那我用鋼筋水銘好了 RC好了 就是前鋼筋的 那前鋼筋它一定會比較耐震 但是耐到八級 七級八級以上 你也沒有辦法 我們老祖宗就很有租費了 那個北京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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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直徑城啊 它可以耐十級 全部都木頭都 我去 英國人去設置的時候 它可以耐十級 十級的地震啊 而且沒有沒有一根釘子 在裡面就是我們老祖宗本來就有這種智慧 據說那個鳥筋來的話 還不會連在上面的 就是說 是 我們就本來就有這種 天人合一的這種智慧 但是覺得說你今天講的 是不是能夠把它推廣 推廣到建築系 因為建築系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那個那個工匠 都是建築書在設計的 建築書如果不改變它的觀念的話 你這一套要再實行下去的話 我們聽了我們也沒辦法 像我現在我聽了 我想回去改造的話 我最早快三百萬塊改造不了 什麼玻璃窗屋什麼東西啊 因為都是既有的嘛 你要叫人來蓋的時候 有人鐵破也動不了 這是我一點建議說 從建築法規 從建築系的學生 從建築師開始去做這些工作 謝謝 謝謝 這是一個肯定 開始台灣有太多東西 需要去觀念要調整 我們知道教育改革最大的敵人是誰 教育改革最大的敵人是家長 是老師 建築改革最大的敵人是建築師 當我們在專業呢 當累積到一個程度以後 變成專業的迷思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學的是對的 可是呢 當我們的知識被封閉了以後呢 結果後面走的就是錯 那我不能講說我講的都對 或者怎樣 但是我有自信 因為我二十年來 我是用實證方式去操作的 所以呢 有很多觀念 其實要改變真的很困難 立法的人 因為我擔任過 中華民國建築師的法規委員 但是呢 我去開了幾次會 我就不想去了 因為大家去 沒事就分錢 分完錢以後吃飯 法規一條 討論怎樣 他們考慮的形勢是建築師如何先不要有責任 那會不會討論到好的東西出來嗎 不會 台灣的法律是亂操的 立法從言之法從寬看人情 這樣是好嗎 可是問題是怎樣 這是台灣普遍存在的現象 各位 政治也不是如此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邊不適合談 可是呢 哪怕是這樣子 我們一個人力量很小 可是呢 我還是在做 我幾乎就是只在做步道的工作 可是呢 要需要更多人 要從你們自己本身裡面 去聽看看我講的有沒有到底 去聽看看 去深的去把它了解看看 我發現很多 包括我建築師的同學裡面 他們都用批評的 啊 有建築師那一個東西 但是我問說 那請你講一講 我在做什麼 講不出來 那他在批評 那他在批評 可是呢 二十年來 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 可是呢 我們有實際的成果 我可以拿出數據給大家看 那謝謝這位先生 你的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美麗 來 我們讓更多人來 那個 今天各位 好在我講的比較快 還有二十分鐘 應該是就到九點沒關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講一下 主辦單位說到九點 那九點之前呢 有問題 我們還是請劉建築師回答 那有發問的人呢 我會給你一張名片 待會稍後 或是你回去呢 就是上面的那個電話 大家留下你的聯繫電話 姓名跟地址 我會寄書給你 這樣子 或者是你用那個 G-LINE LINE 也可以也可以 那個LINE 就是我的手機ID 就是那個LINE 謝謝老師 今天在演講 是 你剛才也講到那個 日本RC 它只用到15% 對 我感覺很震撼 因為我們去日本玩 對不對 我們在東京看的那些建築物 不是RC的 不知道 因為都是高樓大廈 對 但是不是RC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 你說百分之 他們那個 房子一坪只有五萬到十萬 土地 土地 建築的 住宅區的 你有講到說他們 他們現在那個 在推這個 等於是 透天嘛 看起來像透天 健康自在 對 像台灣那種磅換器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 沒有辦法 因為地坏 不是不是 是台灣無能 政府無能 都蓋得很高 你們知道台灣的土地 平地比日本多太多 知道嗎 但是台灣都是這些人在草地平的 你們講 台灣 日本是因為它的鐵道系統很好 在不行距離裡頭 他們晚上都市是沒人的 都是通勤的 然後去住宅區 所以它的土地呢 是被分割得很好 然後都是黃金筆 就是像A4紙 那個A4紙 黃金筆 台灣都是切割的 氣很低很低 然後賣很貴 為什麼賣很貴 因為你限制大家都在 都市計畫裡頭蓋房子 要不然就蓋 所謂的 別墅農舍 這是該打屁股 米蘭蓋了將近9000戶的農舍 這些人還大槍斃 等一下再錄影 我跟各位講 台灣不應該這樣 台灣農舍應該不要申請 不要去建築士簽證 知道嗎 六七十坪以下的 但農舍蓋150坪 那個是錯了 那個哪價農舍 所以你剛剛講的是 因為我們是用台灣建立在什麼 台灣是建立在 玩政治 玩法令 所以你會覺得 怎麼會我們這樣 日本會 人家日本不會這樣玩 人家誰要去住 住在農地 你看日本農社會 蓋在稻田中間嗎 他們講 一定罵你了 你神經病了 你帶農藥啊 我們都不是 旁邊帶農藥 外籍傭人在那邊睡 很奇怪 那我們的地都跑哪去呢 地都看不到 你都看得到啊 我們現在不是說農地還不夠嗎 國家說現在我們農地要種田 這個農地 這個國家在騙你 這個國家在騙你 有問題因為很零散 但是不是不對 我大部分人都跟你感覺是一樣 但是這樣子 我還可以跟你聊天聊 聊一整個晚上都可以聊 改天歡迎來試住 你來試住嗎 我會弄早餐給你吃 我會料理 劉老師好 因為今年開始 就是從下個學期開始 很多台北市的學校 都開始在試行綠屋頂 我剛剛有聽到你們提到 有關於這個問題 我想再多聽聽看你的想法 因為那個學校都在試 我知道你的問題 但因為綠屋頂 其實你上網可以搜集到很多 包括高雄啊 都在推廣綠屋頂的 綠屋頂學會的 所以如果綠屋頂學會的 我就建議這些人要聽聽 告訴你 綠屋頂 跟屋頂種草別 不一樣 我講 RC結構屋頂種草別 這是錯誤的 那我們知道 都市熱島消炎 就是防止都是水泥的時候 太陽曬 會更熱 知道嗎 譬如我今天 我從農團來那邊30 這邊36 高四度 這個叫做什麼 都市熱島 熱島就是說 太陽曬的時候 它熱會被吸收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上解決都市熱島 最重要是什麼 陰影 陰影是重點 就是你會產生太陽遮 就是拿陽閃的意思 拿雨閃的意思 所以你只要都產生陰影 才是重點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屋頂綠化 屋頂綠化是一種概念 就是你 有給鳥可以停息 有種果子什麼 但是那個盆栽也好 或者是你有棚架 用爬藤也好 對不對 那些都可以產生 比如說你有一個 有一個棧板 它底下就會 陽光曬它就會產生陰影 所以說有遮就有陰 這兩個要讓它產生多一點 就是才是解決的問題 那那些所謂屋頂綠化的 強調那些節冷那些東西的 都沒有講到重點 它從重點大概來講 就是種可以種水果 種什麼 然後收貨等等 其實很多都做錯 做錯做什麼 像很多房子 賣房子的上面 種大樹有沒有 屋頂上面種刷大樹 那這個是白癡 我簡直講白癡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沒事在上面 弄那麼多的土 那麼 你知道嗎 你樹看到上面 有多少樹罐 底下都有多少樹根 你知道嗎 那你想想看 那裡面會把防水層破壞 然後水都激在那邊 然後呢 房子壓垮了 這怎麼會是對的呢 跟台大的教授講 那些推廣 推廣綠建築 樹都搞到上面 那裡面 就有土地種樹就解決了 那些什麼呢 我想講 不是很簡單 但我講 屋頂綠化不是都錯 你不要回去說 劉建築是講屋頂綠化都錯 但是我可以講 屋頂種草皮 這些神經病 知道嗎 這些草皮沒有產生陰影 知道嗎 好 劉建築師今天早講一個笑話 他每次在講的時候 在介紹就是說 屋頂種草皮只有兩個 一個呢 得綠建築獎 另外一個呢 就是墳墓 笑話一直笑話 笑話一直笑話 笑話一直笑 笑話一直笑 我請教老師一下 那個 以前的冷氣機的設計都有換氣設備 那是窗型病 雙線 那麼就是說 你講的那個空氣裡面 二氧化碳 什麼都可以解決 對不對 這樣你換氣 一般來講 空氣瓶只用二氧化碳 幾乎可以做標準 對 所以你 像剛剛這邊這個機器 它有煤菌有什麼的 但是它看起來很漂亮 它的功能比較多一點 我把廠商借過來 要幫他講幾句話 那這個的話 就是你家裡如果 至少準備一台 各位你買那個什麼 衣服啊什麼 玩具什麼很多 你把他放在旁邊 測一下 這個 這台再三千多塊錢 但是呢 大概 一般家裡以上 那測二氧化碳可以的 來 繼續不好意思 打斷你 對 但是現在呢 大家都是用分離式的空調 對 另外就算是變平式的話 也是沒有翻氣 變平一樣還是還是 沒有那個換氣孔 對 變平一樣 但是這個空氣的問題 到底是要怎麼解決呢 開窗戶 簡單講 我告訴各位的觀念 你一個房間 總是有兩個方向是開窗戶的 就算窗戶打開還是死空氣 這樣子是沒有辦法換氣對流 所以一個房間裡頭至少要有一個 或者戳風機 或者回風機 在台灣 否則的話 你的房子絕對是死空氣 絕對沒辦法通過健康標準 這樣理解嗎 那他現在 接下的問題就是說 這樣是耗能源的事情 你說這樣耗能源 沒有抽氣 沒有抽氣孔 各位 我們一般來講 冷氣 只要能量轉換的都要高壓 那你們知道嗎 叫除濕機有沒有 除濕機是最慢發展出來的 除濕機的話 不是你電插了以後 第二天就會生水出來 很神奇的啦 其實那很簡單 你們家裡拿一個玻璃杯 放個冰塊進去以後冰水 沒多久外面一層水 這個叫除濕機 除濕機就是把它變冷以後冷截入 空氣的濕氣 預冷叫冷截入 起早叫熱截入 所以如果你會用這個概念 就我剛剛跟你講 那房子不用除濕機動電 那你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 我講風扇 風扇會耗能 可是電風扇是用磁力的 那是低耗能 戳風機送風機 事實上是非常省電的 所以說 還是沒辦法產自然風 你不要妄想說 你如果看那個 有人在介紹 用報紙搭起來的 還是用那個土堆起來的 原型的那種 那個是異類 一般房子 大部分人不會蓋這樣的房子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提到的問題 事實上 在台灣的很潮濕的氣候之後 會造成我們夏天 冬天濕冷 提高度不好 沒有辦法完全用被動式解決問題 但是我講的 通風換器 可以把你的空調耗電 扁來要 假如說 我們用一個標準 R7100%的 你今天我跟你講的 配置如果是對的 然後自然通風換器 對的大概可以 剩六成就可以了 然後你加上風扇以後 就可以剩下的三成 也就是你只要用 用大概兩到三成的空調 包括你牆壁 如果本身來講 會斷熱的話 那麼你應該冷氣一開 本來夏天牆壁都是熱的 那冬天是冷的 但這種牆壁就不會 那它冷氣的話 你就只要用30到40%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本來 鋼筋混凝土的 你這個六坪大的房間 客廳 你可能要用2萬Btu的冷氣 你現在只要用到7000就夠了 這樣聽懂嗎 而且很快就冷了 還有一個概念 所以不用把它弄到23 弄25、26 用濕度它的條件 這樣就才對 這樣懂了嗎 好 這邊好了 不好意思 你們注意一下 我不用怕人家舉太久了 老師請問你 我小時候是租過日式的房子 我小時候印象是不太需要開 我們根本就沒有冷氣 連電扇用的也不是很重 我想問的是 日式建築 其實跟台灣的日式建築 跟日本的在地的 是不是完全是一個樣子 不一樣 有不一樣 那還有就是 因為剛剛提到說 台灣是閩南式的 對 那我們比較有看到的就是 碟化街 它是有好景景 中間有天景 所以它的效果 是不是能夠跟我們看到的四合院 是有差異 就是說它的優缺點 還有就是那個建材裡面 因為剛剛講到木頭都有堵 但我小時候有一個印象就是 那個閩南磚 那閩南磚是鋪地上我們都會看到 那有些牆上也是用磚的 那它們不像我們小時候 就是沒有抹這些 就是水泥漆 沒有水泥漆這些 就沒有毒 所以是不是這種傳統的健康 是比較好的健康 也不是這麼講 我想以前的氣候 跟現在氣候是不一樣 那現在的體質跟以前是不一樣 現在的食物習慣也都不一樣 這樣了解 一個是我們自己人在改變的 一個是環境在改變的 那你剛剛提到的 日本建築 木造 台灣的木造 台灣的白影是世界比賽冠軍 知道嗎 有比賽 知道嗎 為什麼 全世界木頭有味道有香味 就是台灣 知道嗎 台灣木頭呢 是世界上最好的木頭 我們是高山木頭 所以台灣的木頭被 進到日本去 知道嗎 但是我告訴你 日本它們的乾燥技術好 可是呢 日本的木頭真的不太好 那台灣木頭好 可是台灣進產 台灣買不到 當然是呢 基本上來講 我是覺得 台灣在蓋現在的木構造 跟日式時期蓋的木構造 因為氣候習性不同 設計風格不同 你知道日本它們在窗戶來講的話 現在是做三層窗 那以前的話 實際上是在走道裡面 會做一個內道 所以它是做一個 有這樣的 它有它的格局設計 但是台灣的話 台灣是怎樣 台灣的風雨 它是會飄進來的 所以我們是做電腦 我們是三次 後來 日本人的幫人 跟我們辦法沒收到 我們的幫人 所以 你講的問題 確實是存在 那迪化街的部分 走到的那些磚牆 確實都不大一樣 以前的磚牆 跟現在磚牆不一樣 但是呢 時間上 沒有辦法跟你回答那麼詳細 我知道你問的東西 都完了一個人這個 可是我現在 大概這樣簡單回答你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有其他朋友 還有問題 好 我們再留點時間給其他的人 來接接這一位 你好 你好 你剛剛講說 鋼筋混離土 那個500 500度 可是現在 如果現在開那個 二十幾層樓 現在的 好像說 清建築 建築 的通房 好像都有這樣 可是我發現 隔壁時候 沒多房 其實都可以聽到 隔壁時候 鄰居的 所以這樣子 其實也是 對鄰居是 對鄰居是 時間關係 真的也就問題回答 好不好 各位 我們很多事情要先弄清楚 我剛剛講是結構安全 越重越怕地震 越近怕台風 知道人家解 就是單就結構的部分 可是太輕不行 太輕的話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隔音 隔音有分成為振動音 跟所謂的物體傳導音 這些聲音的部分的話 清隔間 台灣人呢 清隔間怎樣 你住的會不安全的 我想個笑話 我到20年前 我到日本去實習的時候 我們的建築師告訴我說 在日本設計 跟台灣不同在哪裡 台灣人是牆壁打下去 手可以斷 牆壁不可以破 在日本來講 打下去之後 牆壁可以破 手不能斷 它在哪裡 你用人 還是用什麼去思考 所以你剛剛講的 所謂的隔音 防火等等 因為我們講 高樓高樓的標準 高樓高樓的要求 像我們講的 工業經常出現的問題 頭上頭下再提告 上面打球 漏水 火災 燒整棟 也沒有錯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面 找到一個平衡點 就是說 我建築物要挺重 可是我隔音要好 可不可以做得到 當然可以做得到 我們講的電視機 你可以用保力網包 它塞了不會破 可是我們意思就是說 你要做隔音好 不代表一定要種 它其實它很狂活 這樣才是顯出出 有科技 才顯出我們的價值 不然我們的東西 就沒意義了 這邊有一位小姐 來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那個天井 那個綠建築有天井嗎 我覺得像說 雖然是舊的建築 它有天井的時候 不是也可以造成那個氣流的變化 那天井有那種優缺點嗎 天井是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房屋太長 或怎麼樣的時候 主題在想想 我們希望開一個天井 讓光進來 對不對 跳高啊之類之類 那麼照理講的話 光進來 可是裡頭 光進來就會熱啊 所以你要有風 讓它變成用衝效應 能流動 這樣子的話 這個環境才不會 變成死空氣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一般的傳統街屋的話 因為你的窗戶 如果夏天外面很熱 你會開窗嗎 如果你開窗就36度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不開窗 那不開窗也變成什麼 死空氣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 變成我們把風的藍眼抵下來 外面的空氣36度進來變到16度 我現在就要讓你們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十幾位教授去那邊參觀嗎 門窗不是都關起來嗎 為什麼進去少九度 就是因為地溫上來的 而且地溫上來是怎樣 在英國設計上面 可能是用金屬板 金屬板加熱會變熱 熱會加速讓空氣流動 這個也是一種概念 好不好 還有沒有問題 剩下最後一個問題 剩下最後一個問題 好不好 來 請問一下 如果說用百葉窗 會不會比較好 等一下 不要用百葉 百葉對室內熱處理沒有幫助 那你剛剛講的問題 先解決問題 如果你房子先不潮濕 就不會有潮濕 那個潰濕 跟熱的問題 最好的方式 第一個 體質改變 我們回答方 不是腸病會冒冷汗嗎 骨骼會感染嗎 所以我們現在研究的房子 就是第一個 這個問題沒有不存在 不存在 才可以 天壁紫不會發霉 這樣知道嗎 可是如果你體質沒有改變 你要想怎麼樣 你就先除濕 那你濕度減少了以後 後面的東西就好處理 那這個就是第二堂課 你來上課 來 蕭博士你好 三個小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一般隔音窗 如果沒有關起來的話 就沒有隔音效果 它有破孔 但是一關又沒有通風 這樣怎麼解決 第二個 您剛剛有講一個 新的那個 結構牆的工法 就是兩個 那水泥中間 中間那個材質 還有它的總厚度是多塊 你是只坐在結構牆 還是連隔間牆都有 它整個結構牆屋頂都可以 那厚度有 中間有四六八十 不同厚度用在不同位置 你知道它有不同需求 所以它有不同厚度 用在不同位置 所以說它隔 如果隔間牆就會比較保 對 不用那麼厚 所以它就不會站到我們四年 對 而且它有效空間可以多百分之十二 因為它沒有住腳 或調感 那您說這個中間是什麼 還是 您講是叫保利龍 可是 在專業裡頭要分五類 這是建築專用的 它在保歸裡頭 它有規定它的氣質 可是這邊 我沒有要講一下太細 可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基本上 我們在建築物的外殼室內裝潢 都有不同的墓地 那它在處理上的話 比如樓板有樓板隔音的考量 所以它的組合方式會不同 你知道嗎 但是在建築物理來講 我們會理解為什麼會反差 為什麼會解錄 你要先搞懂 但是我覺得 這邊講一個簡單的收尾 很多的蓋房子 把自己搞得跟建築師一樣 知道嗎 然後呢 人家講建築師比不上室內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 比不上風水師 為什麼呢 因為風水師 誰沒講兩句話的 怎麼樣 他就問你管邊聽不聽 誰在你 那我們要了解 就是說 我們做事情 我們基本上來講 各位我想大部分在這邊 不是專業 我看眼神就知道 但是基本上來講 我們要對我們自己有利的 決定重要的事就好了 不要什麼東西都 都要審都要懂 找到人家比較重要 那你們專業性上的問題 要嘛你就真的要搞懂 如果半調子搞不懂 你根本就不用懂 這樣懂嗎 因為它那個結構上 就防震跟什麼 那你就是 那你把課都上網再收 好 那麼今天呢 我想因為 那個指派待會要求 一定要早時結束 在這邊特別感謝大家 感謝我那個同學 我的王國士 謝謝大家 謝謝